如果球迷們有留意開國足的話 葦西豪就好像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體一樣 即使他的天分備受認可 但他的火爆性格就比球技更受注目 經常都成為傳媒的焦點 阿冠J組賽事 武漢三鎮8號晚 作客越南的河內FC 葦西豪在第74分鐘拉跌對手後 竟然向島地的對方球員投步 使出失狀 球證直接出紅牌趕他出場 而武漢最終更被河內以1比2反勝 韋西豪踢人事件 順理成章成為微博的熱手關鍵字 當然引來網民炮軍 認為他本性難改 丟架丟到國外 有網民還說 這位仁兄應該去看心理醫生 而不是入選國家隊 而不是入選國家隊 跟他們分明 有不 dire 有不敵人 有不敵人 在這間路上